针对卫福部8月12号公告的媒体报导 额少级性暴力事件指引 立法院王宏威与台北市议员 劝梅莎联合召开记者会批评 新指引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只是敷衍社会大众 因为以信义区幼儿园事件来说 依据新指引还是不能报导加害者 重点是他现在服务单位 你仍然不得揭露 不然的话你就暴露他的身份 好 这样的一个新的指引 我们回来拿到 在之前发生台北市幼儿园的事件 因为这个教保员事实上 他在被揭露之前 他一直都在这个幼儿园服务 他一直都在这个幼儿园服务 所以新的指引 如果我们拿到在台北市这个案例来讲 他没有换新的服务单位 所以他仍然不能被揭露 那么媒体仍然不能报导啊 所以你这个指引 有新指引跟没新指引 不是一样的吗 所以呢 这个指引事实上 新的指引是非常非常矛盾的 市议员雀梅沙表示 根据卫福部的资料 111年到112年间 媒体报导 而少级性暴力事件被裁罚达26件 这种做法已经对媒体造成寒蝉效应 却梅沙更指出 新指引本身就有矛盾的地方 呼吁卫福部应该给社会一个交代 第四点第三项 不得揭露里面就有提到说 有关这个可以揭露 这些族被害人识别的身份 包括姓名照片 影像 声音 住所 亲属姓名 还有他的关系 以及就读学校或班级 工作地点等等 但是第五点的第一项 又说可以揭露的部分 也包括其现行的服务单位 那到底可以揭露 还是不可以揭露 本身这两点就是一个矛盾的点 所以我觉得 卫福部应该给社会各界一个交代 不然我们无所适从 出席的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科长 乌亚范也提到 新指引对于地方主管机关 成立审议委员会部分 并没有订定具体可执行的方式 让地方政府在实际执行上 无所适从 在执意里面还是没有进一步的 在就这个指引 就是说审议会议要有如何的来执行的方式 比如说这个会议的成员的人数 或者是审议的原则等等 这个部分的话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还是在实务上运作上 比较觉得 这个是有一些空间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建议 可以更有一些明确具体的一个原则或指引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行政机关在做个案判断 案件审查上面的话才有一个可以遵循办理的依据 对此立法文王洪威表示 等立法院新会期开议 他将提案要求卫生福利部 针对新指引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 尤其对于地方政府审议委会部分 王洪威要求中央要在10月前提供给地方政府 让地方政府有所依循 新指引才能正式上路 我希望说能够在10月1号之前 他们至少能够把对于地方政府 这个相关他审议委员会 比如说他们在讨论里面 他的人数还有他的形式 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指引 能够提供给地方政府 让地方政府能够有法可以遵循 那么我们这个新的指引 也才能够真正的上路 市议员缺梅沙也期待 中央新指引修正后 能在保护被害人的前提下 达成适度的将加害者资料揭露的目标 他也会持续督促台北市政府社会局 确实遵循新指引 有效保护受到性暴力的儿哨们 等中央卫福部明确之后 我也会督促我们社会局 在这个部分要好好的来 follow这个指引 然后确保我们来保护我们的 受伤害的这些性暴力的儿哨们 来保护他们 然后未来希望社会局 能够在辅导的部分 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委会来督促他们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导 要召开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